他说 我有几位同学 有些家亲并未痛苦 亲人发心 为病苦者松地藏经或者是念佛 甚至于再请法师座三十七年 超度病苦的祖先及冤亲债主 祈求苦难者在福利加持下 早日历苦得乐 弟子也借助法会 祭云 借淫 未借助佛学者或是初学者 来参加天经文法 目的也是让大家共同学习 众善因这样做可以吗 这样做很好 这个家亲业障中 遇到这些病苦的事情 佛法里常说 佛师门中有求病 离这个求这个病危的人 转干 不是做不到 而是我们自己求的人 不如理 不如法 求就没有感应了 所以求要明理 要懂得道理 要懂得方法 最好的榜样 地藏经上的婆罗门女 光目女 给我们做的最好样子 他们的亲人 多窝道啊 这个窝道是很不容易超出的 光目女的 婆罗门女 这个女 母亲是多地狱 她能把她超度到桃梨厅 光目女的母亲也是多窝道 她能把她帮助她 在的人生 靠什么 自己修行的功夫 你自己不是真修 你的家庭卷书得不到利益 这种事情啊 我在讲地藏经的时候 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为什么会有这种效果呢 你以光文去做例子 光目女的母亲 如果是不多地 光目女就不会认真修行 她是用念方法法的 念绝花定如来啊 一天一夜的 念到一心不乱 这是成就啊 一心不乱 就正果了 那么在我们看这个经典里面所说的 跟大臣教对比一下 她的一心不乱 应当是四一心 不是一心 四一心不乱 就等于阿罗汉了 谁帮助她镇阿罗汉国的 她的母亲啊 所以她母亲有功德了 是这么个道理啊 女儿成了 女儿成了罗汉 罗汉的母亲 而且母亲确实帮助她镇苦 母亲要不遇到这个难 她就不会那么认真了 是孝心 所以我们如果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要帮助情人 像光物女那样 那个感应不过四一 如果我们这是有口无心 没有认真去修行 不能转自己的境界 那这个力量就很薄弱 所以她这里就有道理 有很深的道理 我们一定要懂 所以今天到哪里去找到 像光物女 婆罗门女这样的笑声 笑声儿女 那就行 那没有这种功夫的话 这个效果是有没有那么显著 感谢观看